还有赚的 所以我只是想说 让道场经济能够稳定下来 可以不要求信徒 不依靠信徒 依靠信徒奉献 心不安 我有收入 所以我就买土地跟踪 这个方法成功了 那你说我们确实去 去年年初 我们第一次的这个 第一批 小米 我们收了一万三千公斤 那我们这个到农场去卖的时候 人家都欢迎 为什么 不但是有机 没有农业化肺 而且我们这个农 田地里面都放佛号 都让这些 这些粮食们 他都听佛号长大的 太好 长得特别好 一般农民到我们去参观 都问我们怎么跟种出来 我们就把这些方法告诉他 希望他们将来的时候 统统统走上纯粹大自然的生活 我们用的这个肥料的时候用堆肥 堆肥师傅 那就是挖一个大坑 这个树叶了菜叶落下来的时候统统放在那个里面 然后用草给它盖起来 它自然发酵 那个肥料也是自然的 不用动物的粪败了吗 不用 那我回家也试一下 对 你总归是用自然的肥料是最好 自然的肥料最好 那师傅 动物被杀死之后 神识他就明白他生生世世的情况了吧 对 那他也应该知道自己被杀的原因了 那他怎么还会报复人类呢 谁愿意被人杀 我们要被人伤害了 能不能原谅他 对 就一个道理吧 真正被杀的时候原谅他 那是有道恨 有功夫的人 没有那个功夫 不可能的 几个人能想忍入仙人了 被杀害了 不但没有怨恨性 还给他讲 我将来成佛 投一个了度地 那这种人杀人有没有罪呢 有罪 但是被杀的人不接罪 杀人本身就是有罪的 他那个罪是从这一方面接的 就是没有报复的 但是一般人的时候 谁没有报复 动物通通都有报复 好多杀狗 杀猫 杀猪 杀鸡 杀鱼的家中 他们家中 经常是出现很多的事情 然后身体状况 还有各方面的状况 请问师傅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怨言相报 不是我长官的我 我只要是在那里发生了 我会有什么事